玄天大师自然是没有任何意见 观众席上的蓝星雨薇也道 荣爷爷 我们也去见她 行 蓝星荣知道 该是见她的时候 只是和一开始入成比 此刻她对于方臣 再无任何的轻蔑和愤怒了 这般天骄 难怪蓝星雨薇会栽在对方的手上 方星空脸色依旧是难看 由于片刻之后 她道 我们走 庆静没有必要继续待了 方若问 不学这树道了 方星空神色冰冷 道 没有这个必要 她明白自己在树道的天赋 必定比不过方尘 这在树家大会 第一天就已经感觉到了 但并未觉得 自己就输了给了她 方尘 你我争锋 才刚刚开始 还是那句话 待你成就领海时 我便会出现 到时 我会真正地杀你 让天下人知道 我才是人族第一天骄 于是 方尘和玄天大师 一同向着城主府去 其他几位大师 也相陪在身边 他们对于方尘的树道 同样很感兴趣 至于方尘 在树家大会所做的一切 并没有树道重要 圣初见此无奈说道 主位 这闭幕仪式 我也不参加了 要是这几位大师出事 那万丰城 真就得乱了 其他人皆是无言以对 因为圣初这话 确实没有毛病 于是圣初 也就和方尘等人 一同向着城主府而去 城主离开 那这场闭幕仪式 也就草草了事 但方尘之名 注定要响彻附近百城 甚至流传更广 回到城主府后 方尘和玄天大师 足足商谈一天时间 最终以方尘画出 三千张四阶束缚 玄天大师 也以市场四阶束缚最高的价 也就是 二十万中品零食 一张的价格构支 虽然没有直接抢那些势力 来得快和多 不过人嘛 总得黑白一起吃才稳妥 方尘也正好可以熟悉 熟悉四阶束缚 让自己能够更上一层 商议完后 他并未着急开始画符 也没有询问 红奴其枯圣族的情况 或是凯颜天尊的事 先让其好好休息 两天恢复元气 并让夏琳好好照顾他 做完这一切后 他独自来见圣初 来了 方小友 圣初还是在那大厅当中 圣庆同样也在 方尘微微拱手 道 见过圣城主 圣千金 不知独自唤我过来 所为何事 圣初含孝望的方尘 道 方小友 还真是急性子呢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直说了 他请方尘入座 落座之后便道 不知孟道友 是否有告知 你所去的地方 方尘点头 自然是有 孟瑶在路上时 便已说过此次 所要去的地方 并且还详细地介绍 和给他情报 圣初道 我不知孟道友 是如何说的 所以我会把知道的 告知于你 说到这 他神色逐渐浓重 道 这已经不是孟家 第一次前往那里 几乎是每百年 或者数百年会 前往那里一次 从我爷爷那一辈便开始 也是孟家老祖 还在的时候 而每次他们都会 带一个人族去 但带去的人族 却是一个 都没有回来 什么 方尘故作大惊失色 不敢表露他 早已知晓此事的模样 他还不知 眼前之人 是否信得过 或许这是 孟家老祖派来 试探他也说不定 见方尘如此慌张 胜出笑容更胜 道 本来我并未打算告知你 毕竟那里 也有我想要的东西 但你天赋 确实了得 我不忍天骄 就此凋零 这才决定 将事实告知你 但今日之事后 只怕我和孟家交情 也就此断了 再无夺宝的可能 说到这 他悠悠一叹 方尘沉默片刻 拱手道 多谢前辈 救命之恩 胜出白手道 无需多礼 我之所以告诉你此事 还另有原因 希望方小友 可以考虑考虑 前辈请说 胜出道 我希望方小友 能够留在我万封城 成为一位真正的书士 如果记得不错的话 方小友 应该是无奴身份 这等身份 在鼎域那可是万分危险 特别是像你这般的天骄 在鼎域便有一势力 专门抓拿有天赋的无奴 以方小友的天赋 只怕会被那群家伙 给盯上 这势力 可是有物 神境大能存在 当然 我也不会亏待你的 你留下来的话 所有的修炼 数道资源 都有我成主府承担 必定助你突破灵海境 甚至雾神 也说不定 听到这最后的话 方辰却是苦笑 圣城主 突破灵海 只怕是很难做到 哪怕他如今家财万贯 修为到了宗师巅峰 道俏也只差最后的合一 但也不觉得 单靠那数十亿灵石 便能踏入灵海境 此刻 他要也终于明白 神墨天尊 区区灵海中期 便能扬名立万 能够踏入灵海 实在是艰难 你是不是信我圣家 圣初并不知道这些 觉得只是方辰不信任 不 方辰摇头说道 并非晚辈不信任成主 只是我所修的道石 再过于特殊 想要踏入灵海境 十分渺茫 若非天大机缘 否则绝无 可能踏入灵海 圣初这才想到 方辰所修之道 乃是神魔一道 此道本为绝路 确实是步步艰难 更是惊心动魄 但他还是看中方辰天赋 便继续说道 方小友 我还是希望你 能够加入成主府 老夫十分看重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甚至可以 让成庆嫁给你 此话一出 方辰愣住了 下意失望向圣庆 却见圣庆低着头 满脸通红 不敢去看方辰 明显是提前就知道了 而对方还站在这里 也就说明一切 要是被附近各城的 追求者知晓此事 只怕方辰是八代祖宗 都得被问候个遍 方辰沉默片刻 最终长叹一声 深深攻深 再对二人拱手道 多谢圣庆主抬爱 但方某 前来鼎欲 是有必要要做的事 那一处地方 也必须得进去 所以我不得不拒绝 此话一出 圣庆郊躯一颤 圣初虽有些惊讶 但也在预料当中 他常叹道 哎 想想也并不意外 孟家老祖 既然敢让你独自前来 必定是你有把柄 在对方手中 这我能够理解 方辰一阵 震惊地望着圣初 前辈难道你看出来了 圣初微微点头 道 若非如此 区区孟家小辈 我会如此给其面子 也就只有那位 才让我这般的忌惮 只是 说到最后 他却有眉头紧锁 只是一开始 我并未认出来 真觉得他就是孟家后辈 按理说 他重生瞒不过我的眼睛 可却又做到了 有时候我很疑惑 觉得他就是孟家老祖 又觉得他不是 古怪得很 听到这话 方辰想到一种可能 难道是灵魂相容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那岂不是 绝不可能 圣初 却是坚定摇头 道 灵魂相容 可没有你想象的那般简单 或者是说 压根就不存在这世间 是天地法则 所不能容许的 何况孟家老祖 又岂会这般简单 或许只是他利用这具身体的 主人灵魂 你疑惑他人 防止被发现 也说不定 但不管是什么 你都得小心 方辰听到 不是灵魂相容 也是暗松一口气 众虫点头 多谢前辈告知 唉 圣初惋惜道 可惜了 你最终还是要走 也不知你能否度过此劫 此行切儿会 和你一同前去 但愿他能够帮你一些 不过切儿 也仅仅只会通过第二天门 而进入第三天门之后 就得靠你自己了 梦境之地 方辰一愣 梦瑶告知 他此地之名 并非这个名字 圣初并不意外 这是我叫此绝地之名 外界自然不是这个名字 毕竟那处地方 在世人眼中 是一处毫无机缘的绝地 只有进入其中 才知和梦境有关 而能够开启这个地方的 也就只有梦家了 所以我们将其 称为梦境之地 既然说到这 那我也将知道的 一切都说清楚 这梦境之地 宛如一方小世界 但对于进入者 要求极高 除非是灵兽灵妖 否则生灵 进入其中 年龄不得过百 否则进入 其中必定崩裂 里面有着各种奇珍异兽 也有元素灵妖 其战斗力十分强悍 也就只有梦家带领 才能安然通过 前两大门还好 可以用树道开启 这也是为何梦家 要来此寻我的原因 但最后一门 最为危险 我等索要 梦家索要的宝物 也在其中 只是梦家进入数次 每次都是失败告终 并且每次活着出来的人 也就只有梦家人 我圣家 也去过不少强者 也皆是死于第三门内 久而久之我等 也就不想进去那第三门 全部交给梦家操办 他也答应我们 只要得到梦家想要的宝物 那绝对也能够得到 我等想要的宝物 所以 我等便一直保持着合作 直到现在 方尘静静听着 梦瑶讲述的 其实很是详细 但也有一些细节 和盛初讲的并不一样 直到傍晚 方尘这才拱手离去 离去时盛初的一句话 让他记在内心深处 他说道 想要度过此劫 最为危险 并非梦境之地 而是梦家老祖 欲渡此劫 须先破梦 方尘喃喃自语 将这句话深深地记在 脑海当中 当他回到自己的住所 侍女前来禀告 方公子 外面有人求见 说他叫蓝星雨薇 是您的人 说到侍女神色有些异样 女子说出这话表明 已经是对方的人 他没想到这人族青年 竟然有着这般受欢迎 不过想想也是 如此优秀之人 岂不让人为之着迷 换作是他也不会在 一方尘种族身份 想要嫁于他 蓝星雨薇 方尘一正 随即想起当年在神魔洞天时 那来自花瓷神族的天骄女子 对方说 纵横一世后 自己变种下 奴硬任由对方离去 没想到 自己没去找他 对方亲自找上门来了 让他进来 他道 是 侍女领命离去 很快侍女 就将蓝星雨薇 和蓝星荣带到偏厅中 当蓝星荣进来的刹那 方尘立刻察觉到 对方修为 双眼微微一眯 但并不畏惧 神色依旧淡然 见方尘如此淡定 蓝星荣颇为诧异 但同时也高看几分 蓝星雨薇 能够再见主人 十分开心 立刻恭敬作一道 拜见公子 方尘道 蓝星道友 许久不见 两位请作吧 二人落座之后 蓝星荣开口道 方小友 能够夺得此次数家 第一时数了得 只怕不久之后 必定扬名 也不知人族会有多后悔 竟然错过 这般天骄 方尘含笑道 前辈谬赞了 侥幸罢了 还不知前辈名讳 老夫姓蓝星 单字荣 乃是蓝星雨薇的 几个爷爷之一 不知两位找方 某所为何事 方尘直接问道 还能是什么事 蓝星荣道 自然是要解开奴印 不可能 但方尘 却是想都没想 便直接拒绝 蓝星雨薇知道 他的一些秘密 解开奴印 那就是将自己 置身于危险之中 毕竟他的秘密 一旦被揭露 不知会惹上 多么可怕的存在 碰 但他这话 无疑是让蓝星荣大怒 小子 我已经很是客气 如果你不解开这奴印 那老夫 必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方尘双眼 微微一眯 淡淡说道 前辈可以试试 林海静巅峰自己 固然不是对手 但对方想要 再次杀他也绝无可能 哎呀 荣爷爷 我之前和你说的 你都忘记了 蓝星雨薇 有些生气地说道 要是公子 真要对我如何的话 当初在人静 早就对我动手 怎么可能会等到现在 这话一出 蓝星荣的气势 瞬间荡然无存 他在帮蓝星 这丫头倒是好 直接站在了 方尘这一边去了 但随即他又怒道 这必定是你奴印的原因 还不赶紧解开 方尘也是 十分诧异 自己的奴印 确实有人肿咒者 忠心自己 但也没有到 这个地步才对 蓝星雨薇嘟着嘴道 哎呀 荣爷爷 方公子 也是为了我好 你莫要这般凶堂 方尘无言 蓝星荣气的脸都红了 不过蓝星雨薇 也没有理会 已经怒急攻心 有些喘不过气来的荣爷爷 他眨巴着自己的大眼睛 那双带有崇拜 和爱慕的目光 让方尘不敢与其对视 只听他言道 方公子 我之所以再来找你 其实是因为 另外一件事情 是关于纵横的 只要是不过蓝星雨薇的 旅行 才是不过蓝星雨薇的 什么都会说 或者是不过蓝星雨薇的